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如何从直流到交流来做电源完整线的分析 这里描述了电源供应系统与CMOS buffer的运作 Noise的产生有两种 就是IC component的Switching 还有VIMC的Switching Power PowerPlan以及Transmission Line跟GroundPlan各有不同的主抗关系 而通过了电流与PowerPlan的主抗相乘就会产生Noise 而以Transmission Line的主抗相乘就会产生威风 但Noise不是我们想要的 避免它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抑制PowerPlan主抗的升高 接下来透过试播器来做一些观察 VIMC由HighSight及LowSight的PowerMods所组成 当VRM turn on时 电源对电容充电及负载供电 随着时间变弯的波形趋势往上 当VRM turn off时 电感及电容先前的除能开始兑负载供电 这个趋势是往下的 你可以看到在Sync device端所量测到的微风 正伏来到29个MV 这是在D module上所量测到的微风 我们可以看到PowerPlan的Noise跟DQ相对应的关系 这里分别代表Read及Rite Cycle 你可以很清楚的发现 当晶片需要电流传送信号时 也会伴随着Noise产生 而操作在Recycle就显得特别严重 那主抗与Noise的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在板子上量测到的PowerNoise有两种 一是直流的IRDrop 这跟Plan本身频率等于0的电阻有关 我们观察到Nama的Voltage往下掉 但仍旧在黑色两条线Spec的范围内 另一个则是Voltage的Droop 这跟随着频率相关的主抗有关 这个值已经违反晶片所提供的Spec 我们可以透过降低直流电阻或交流主抗 来减少PowerPlan的Noise 期盼能够符合晶片的规范 接下来讨论DC IRDrop 即Sermal Analysis 那什么是DC IRDrop呢 我们可以单独分析PowerRail 或是GroundRail的IRDrop 或是从Power到Ground整个Loop来做分析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必须在VIM设定电压源 还有在SyncDevice设定所抽取的电流 如此就可以分析整个Loop的IRDrop 我们可以借由PowerDC来分析 设计上不易观察到的缺失 由这张图可以观察到 晶片的ButtonSide电压过低 Spec为1.05V 但这里来到933个MV 仔细观察发现 Sense Location被设计在上方 并没有被Altimize 而且只有北边的VR将电流引到这个PowerPlan 另外设计上的缺失 并没有将旁边的PowerVR引到这个Plan上来 这张图也说明了电流密度过高 来到800多个A每mm平方 但这样的设计并没有考虑到最worst case的IRDrop分析 因为我们知道功率P随着电流的平方成正比 而这又导致焦耳热的产生 这里可以发现将温度参数考量后 Power的电压分布其实是更糟的 PowerDC提供了业界唯一电信及温度 Cold Simulation的途径 让温度及电压在同一个工具迭代 并找出最终界 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分析后的PCB 及VR温度的分布情形 某家晶片大厂甚至规范在Saki的底下的VR温度 不得超过96度C 不然会有可靠度问题产生 由此可见电信及温度Cold Simulation的重要 透过工具 我们可以最佳化Sense Location 并且加大PowerPlan 将原来不起作用的VR包含进来 进而改善整个PowerPlan的植油设计 以确保晶片在合理的范围内 获得正常的工作电压 接下来讨论AC的部分 观察阻抗是衡量电源完整性的方法 电源供应网路PDN 由整个VRM到带不同的区块所组成 由带这边观察主抗Z的值 如果够低 则当Circuit在Switching时 才能够提供足够的瞬间电流 得到较低的Noise表现 主抗Z由Input及Transfer Impedance所组成 这两个值要小 才称得上是良好的电源供应系统 那么分析Impedance 首先我们要在IC端设定观测点 还有设定VRM的Model 当然求Frequency Domain的主抗 你也必须将该Plan所用到的电容Model 加进来抑制它 期望低于该Plan的Target Impedance 我们知道 Target Impedance等于AC Noise Margin 除上Transcent Current 保守估计 以最大抽取电流的50%来计算 一般可用30%的iMax 如果我们能够从晶片获得动态电流 接着就能计算Target Impedance了 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 60颗电容撒在晶片的同一个PowerGround Plan 从这里可以发现 原始PowerGround Plan的主抗过高 这已经违反Target Impedance 如何解决它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每个电容都有它原生的特性 我们要慎选一连串不同的电容 负责不同频率的主抗压制 经过电容Atomize之后的Impedance 比先前好多了 这些一连串的过程 都可以透过Cadence Security的Atomize PI 以及音演算法来解决 电容也可以进一步的减少数量 降低Cost 只留下有用的部分 PowerGround Plan的Noise也就跟着下降了 Cadence Security组合 提供了专业的解决方案 来因应并设计 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品 不管是选择单一套件 或是整个Power Aware的组合 都能符合你的需求 相信在之一竞争的市场 伴随着研发人员 解决PI以及SI的问题 进而让产品达到最优化 是我们最中心的期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